文书施利所说不施以佛境界经卷上唐天竺三藏菩提流至奉造一如朔文一时佛在舍卫国 其处给孤独猿与大笔求众一千人菩萨十千人聚 富有欲界诸天子社界诸天子及近居天子 并其眷属无量百千周渣为绕 供养恭敬听佛说法 而是佛告文书施利菩萨言 童子如有便才 善能开眼 如今因为菩萨大众宣扬妙法 是文书施利菩萨白佛言 是尊佛经念我说何等法 菩萨童子 如今应说诸佛境界 文书施利菩萨言 是尊佛境界者 非眼境界 非色境界 非耳境界 非生境界 非笔境界 非香境界 非蛇境界 非味境界 非生境界 非处境界 非意境界 非法境界 无如是等差别境界 是乃名为诸佛境界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有依律于佛境界者 以无所入而为方便乃能误入 而是文书施利菩萨白佛言 世尊如来于何等境界而得菩提 佛言童子 我于空境界得菩提 初见平等故 无相境界得菩提 初相平等故 无愿境界得菩提 三界平等故 无作境界得菩提 初行平等故 童子 我于无生无取无为境界得菩提 一切有为平等故 识文书施利菩萨 富白佛言 世尊 无为者是何境界 非言 童子 无为者非适量境界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非适量境界者是佛境界 还已故 非适量境界中无有文字 无文字故 无所便说 无所便说故 绝诸言论 绝诸言论者 是佛境界以二十四中文文书施利菩萨言 童子 诸佛境界当于何求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诸佛境界 当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 所以则何 若真的之众生烦恼 即是诸佛境界故 实证了之众生烦恼 是佛境界 非是一切身文辟之佛所行之处的时 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童子 若佛境界及于一切众生烦恼中求者 诸佛境界有趣来乎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不也世尊 诸佛境界无来无去 佛言同子 若诸佛境界无来无去者 云海而言 若正了之众生烦恼 即是诸佛境界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如诸佛境界无来无去 诸烦恼自信 亦父如是无来无去 佛言同子 何者是诸烦恼自信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佛境界自信 即是诸烦恼自信 世尊 若佛境界自信 亦诸烦恼自信者 如来则非平等正觉 亦不亦故 欲一切法平等正觉 说明如来而时 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童子 如人料自如来所住平等法部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为了知 佛言同子 何者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一切凡夫 起贪嗔次畜 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佛言同子 云何一切凡夫起贪嗔次畜 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一切凡夫于空无相无愿法众起贪嗔次 世故一切凡夫起贪嗔次畜 即是如来所住平等法 佛言同子 空起是有法 淫于中有贪嗔次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空是有 世故贪嗔次亦是有 佛言同子 空云何有 贪嗔次负云何有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空以言说故有 贪嗔次 亦言说故有 如佛说比丘 有无生无其无作无为 非诸行法 此无生无其无作无为 非诸行法 非不有 若不有者 则于生起作为诸行之法 因无出离 亦有故言出离尔 此亦如是 若无有空 则于贪嗔次无有出离 亦有空故说离贪等诸烦恼尔 佛言同子 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贪嗔次等一切烦恼 莫不借助于空之中 文书施利菩萨 富白佛言 世尊 若修行者 离贪嗔等而求于空 当知智人未善修行 不得名为修行之者 何以故 贪嗔次等一切烦恼即空故 而是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同子如于贪嗔次 为以出离为未离乎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贪嗔次性即是平等 我常注于如是平等 赤果于贪嗔次 非以出离义非未离 世尊 若有沙门婆罗门 是见离贪嗔次 见他有贪嗔次 即是二贱 他为二贱 未断剑长剑 随则何 若见自身离贪嗔次即是断剑 若见他身有贪嗔次即是长剑 世尊 如是之人非为正助 夫正助者 不应于己见身为他为列故 而是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同子 若如是者 助于何所名为正助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夫正助者无有所助 助无所助 是乃名为正助之而 佛言同子 其不以助于正道为正助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若助正道则助有为 若助有为则不助于平等法性 何以故 有为法有生灭故 而是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同子 无为是属法部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无为者非是属法 世尊 若无为法度于数者 则是有为非无为也 佛言同子 一切圣人得无为法不有数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非诸圣人正于属法 以得处离诸属法 故 而是世尊赋予 文书施利菩萨言 同子 如为成就圣法 为成就非圣法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我不成就圣法 亦不成就非圣法 世尊 如有化人 为成就圣法 为成就非圣法 佛言同子 化人不可言成就圣法 亦不可言成就非圣法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佛习不说一切诸法 皆如幻化 佛言如是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一切诸法如幻化香 佛言如是 云何可言成就圣法 成就非圣法 而时世尊赋予文书施利菩萨言 同子 若如是者 如何所得 文书施利菩萨言 世尊 我得如来平等无自性境界 佛言同子 如得佛境界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若是尊于佛境界有所得者 我已得于诸佛境界 世长老须不提 问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事 如来不得佛境界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如为得生文境界不 须菩萨言 大事 圣心解脱无有境界 世故我今无境界可得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佛言如是 其心解脱无有境界 云何而未有所得乎 须菩萨言 大事 如今说法 可不将互出血心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我今问如 随如一答 如有良意欲致人病 未将互病人心故 不予心生贤苦因病之药 能令其人病的除岔致安乐不 大言不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其如是 若说法师 未将互出血心故 隐胜生法而不畏缩 随其予言出潜意 能令学者出生时苦致孽反乐 无有是处 说是法时 众中有五百笔秋生 猪肉永尽心得解脱 八百诸天子 远程离构得法眼镜 富有七百诸天子 闻其便才生生信乐 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卢破于一身闻成 而生信解 又以此陈法度众生部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我于一切成皆生信解 大德 我信解生闻成 一信解辟之佛成 一信谢三秒三佛陀成 虚菩提言 大事 卢为是生闻 为是辟之佛 为是三秒三佛陀耶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我虽是生闻 然不从他闻 虽是辟之佛 而不舍大悲极无所谓 虽以成正等觉 而于一切所应做之未尝修息 虚菩提又问言 大事 卢云和是生闻 答悦 我恒为一切众生说未闻法 试过我为生闻 又问言 卢云和是辟之佛 答悦 我能了知一切诸法皆从缘起 试过我为辟之佛 又问言 卢云和是生秒三佛陀 答悦 我常恒觉一切诸法体相平等 试过为三秒三佛陀 二时虽不提又问言 大事 卢决定住于何地 会住生闻地 会住辟之佛的为住佛地耶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卢云之我决定住于一切诸地 虽不提言 大事 卢可以决定住凡夫的耶 答悦如是 黑一顾 一切诸法即以众生 其性即是决定正位 我常诸实正位 试过我言决定住于凡夫的耶 虽菩提 又问言 若一切法即以众生 即是决定正位者 云还建立诸地差别 而言 此是凡夫地 此是生闻地 此是必知佛地 此是佛的耶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譬如是间一言说故 于虚空中建立十方 所谓此是东方 此是南方 乃至此是上方 此是下方 虽虚空无差别 而诸方有如是 如是种种差别 此一如是 如来于一切决定正位中 已善方便立于诸地 所谓此是凡夫地 此是生闻地 此是必知佛地 此是菩萨地 此是佛地 虽正位无差别 而诸地有别而 而时虚菩提 腹白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事 如一路正位也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我虽一路一复非路 虚菩提言 大事 云和一路而非路乎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因之 此是菩萨智慧善巧 我今未如说一辟欲 诸有之人以辟欲的解 大德 如有色施其一超觉 唯有一子特宗心爱 其人富有其重愿仇 而不欲闻也不欲睹 或使其子出外游行 在于远处入彻而立 富遥见之 卫是其愿直攻持剑空闲而射 见即发一方知识子 其人巧劫及走追见 见为之间还富收的 言设施者于菩萨也 一子则于众生也 愿家则于烦恼也 言见者 此则于郑智慧也 大德当思 菩萨摩赫萨 以伴若波罗密关于谢法 无声众位大悲善巧顾 顾不于实际作证 而助身闻辟之佛地 世将化度于切众生之佛地 二时需不提 又问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事 何等菩萨人行此行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若菩萨 事情预测不会是法所然 献同世间不于诸法起见 虽未断一切众生烦恼 情形精进而入于法界不见境相 虽不住有为一不得无为 虽处生死如有元官 本愿未满顾 不求书正无上涅槃 虽身之无而横化众生 虽观诸法自信 犹如虚空 而勤修功德尽佛国土 虽如于法界见法平等 而为庄严佛身口一夜故不舍精进 若诸菩萨 巨如是行乃能行恶 而时需不提腐白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事 如今说辞菩萨所行 非诸世间所能信授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我今为于令诸众生涌出世间 说出菩萨的达世法出离之行 需不提言 大事 何者是世法 云和明出离 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德 世间法者所谓无运 其无者何 为世运受运想运行运时运 如是诸运 色如巨末 色如符泡 想如羊艳 行如芭蕉 诗如幻化 世故此中无有世间 亦无诸运即如是言说明字 若得是解心则不善 心若不善则不染事法 若不染事法即是出离世间法也 富士大德 无运诸法 其信本空 信空则无二 无二则无我所 无我所则无所取者 无所取者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富士大德 无运法者 以因缘有 因缘有故则无有利 无利则无主 无主则无我所 无我所则无受取 无受取则无直径 无直径则无争论 无争论者是沙门法 沙门法者自一切法 如空中享 若然的自一切诸法如空中享 即是出离世间法也富士大德 持无运法同于法界 法界者则是非界 非界中 无远界无色界无远时界 无耳界无生界无耳时界 无鼻界无相界无鼻时界 无蛇界无畏界无畏界无蛇时界 无身界无处界无身时界 无一界无法界无一世界 此中以无地界随界 火界风界虚空界时界 亦无欲界色界无色界 亦无有为界无为界 我能众生受者等 如是一切皆无所有 定不可得 若能入世平等生意 与无所入而共相应 即是出离世间法也 说是法时会终彼丘二百人 永尽猪肉心得解脱 各个脱身所住上衣 以奉文书施利菩萨而做事严 若有众生得闻于此 圣生妙法应生信奏 若不生信欲求 众物终不可得 而时长老须不提 与诸彼丘严 如何所得以何为证 诸彼丘严 大德 无得无证是沙门法 虽一者何 若有所得心则动乱 若有所证则至金赋 动乱金赋多于魔也 若有自言我得我证 当之则至真上慢人 负人 诸彼丘 如等审之真上慢义补 诸彼丘达言 世尊 如为一者 若有人言我能知苦 事不知苦相而言我之 我能断即正灭修道 事不知即灭道相 乃至而言我能修道 因之此时真上慢人 虽一者何 苦相者即无生相 即灭道相 即无生相 无生相者即是非相 平等相是诸圣人 欲切法得解脱相 事众无有之苦断疾 圣灭修道 如是等相而可得者 若有众生得闻 如是一切诸法平等之意 而生经部 因之是未真上慢者 而十四尊极告之言 善哉善哉 出比丘 如如所说 如是如是 去不提 如等当之此出比丘 已欲过去加业佛所 从文书施利同子 得闻如是圣身识法 以文法顾及的神通 经负德文随顺不逆 须菩提 若父有人欲我法中 德文是一生性结者 就欲来是见弥勒佛 若未发大成意 欲善会中 希的解脱若已发大成意者 接得诸于堪忍之地 而时善圣天子 悲文书施利菩萨言 大事 辱常欲此言福提中 未众说法 今都率天上有诸天子 曾欲过去职无量佛 供养宫敬众诸善根 然生在天中担注境界 不能来此法会而有听受 其中善根经将退失 若门又会必更增长 唯愿大事 赞往天宫 未比诸天宏宣法要 二十文书施利菩萨 以神通力及于其处 忽然化作兜率天宫 如其所有西街辈族 宁散圣天子及此会众于谢仁天 就位在于一笔天之上 去见于一笔种种岩室 园林辞早果树行列殿堂楼阁 洞与焦灵秀柱成梁雕窗监户 斬如蝶宫磊科分布 城堡围台庄严起措 旗台极小有七成 扩八成九成 乃至高于二十成者 一台上处处成吉 皆有众天女 顺年号射手足柔软 耳拱眉长面目清净 如今罗网常有光明 一如莲华梨珠成垢 发言含笑静止回旋 洞壁和一利而有则 譬如满月人所乐见 生猴情势消敌中古 或歌或笑音结相合 妙计成行 分庭共舞 如是等师婉然备主 十善圣天子 见至宫殿及其眷属欢愉事已 心生仪怪 白文书施力菩萨言 其灾大事 云还令我及以大众瞬息之间而来自此 而时长老须不提于善圣天子言 天子 我出于为语出大众皆共自于多帅头天 而今乃之本来不动 成不共我们比天之上 如是所见皆是文书施力菩萨三昧神通之所现而 十善圣天子及白佛言 世尊文书施力菩萨 尚为稀有 懒然以三昧神通不思一力 令始终会不动本处而言至此都帅陀天 佛言天子 如但之文书施力同指神通变化少分之力 我之所知无有量也 天子 以文书施力神通之力 假使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种种言好各个不同 仁欲异佛土中普令明鉴 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即在一处壮如正树 举之上方不以为难 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所有大海自以毛孔而令其中众生 不绝不知无所处劳 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所有须弥三昧已比众三内于一山 负于此三内于一戒子 而令诸比山上一切诸天 不绝不知亦无所劳 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其中所有五道众生之乐掌中 负取之诸国土一切乐趣 依众生敬以与之等无差别 又以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竭尽烧时 所有大伙即在一处 令其大小如意灯柱 所有伙世如本无别 又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 所有日月落于一毛孔 出光应之不令其名隐蔽不现 天子 我于一节落一节语 苏文书斯利同子三昧神通变化之力 不可穷尽 而是摩波玄自便其身作笔秋行 在于会中却做一面 白佛言 世尊 我经文说文书斯利同子神通之力 不能信受 我约世尊 令于我前现其神力使我得见 而是世尊之事恶魔变为比丘 欲令众生善根增长 故告文书斯利菩萨以恩 如因自现神通之力 令此会中无量众生贤的善利文书斯利所说 不思义佛经济经卷上文书斯利所说 不思义佛经济经卷下 唐天主三藏菩提流至奉造义 而是文书斯利菩萨受佛教 以即时入一切法心自在神通三昧 入始三昧一起神通力 现于如上所说神变之事 显然明著皆其现前 如否所言不争不减 欲失会者谜不显见 四十大众独此神力 他未曾有 同生畅言 善哉善哉 出佛如来 为众生故出现世间 富有如是善全大事 同处于世 而能献此不可思议微神之力 而十二魔见此种种神变事已 欢喜永悦理文书斯利菩萨族 何掌恭敬而向如来 作如是言 文书斯利同此胜为稀有 乃能献此不可思议神通变化 出有文者属不经矣 若有众生得闻此事 能生信寿 假使恶魔如横河沙 欲为脑海终不能也 世尊 我是恶魔 常于佛所 赐求其变 心悉脑海一切众生 若见有人精勤其善 必以威力为其障碍 世尊我从今日生发四星 但此法门鸿鲜之处 所在国土诚意聚落 百游玄内我在其中 譬如忙者无有所作 不于众生而生倾恼 若见有受词读诵诗为解释是经者 必生尊重供给供养 世尊我之仇党 乐于佛法而生扭难 若见有人修行欲善 要加逼举令其退师 我经为断卢斯二世说陀罗尼 其说咒约达子他阿门里一 提莫里 二 十 阴天已返 多达 丙三 阿姐波尼斯多四耳朵 四 四叶五 四言莫底六 苏去生婆莫底七 闪迷 去生下两字同善底 八阿普米九 普普米 十的十一 阿气 十二 默契 十三 虚气 十四 米履罗 十五 阿加去生 米 十六 普罗 十七 普罗普罗 十八 苏 赏生下同 米苏苏米 十九 地的 二十 阿纳把底 二十一 尺多达丙 二十二 契里多二提二十三 契里多皮 陆生 提二十四 皮如泽 英之勒反 丹英丁和反 二十五 炸达摩婆娜 赏生 居二十六 亥写苏达罗写头陆家 二十七 阿 陆生 拔罗自堆一婆苏旅耶 二十八 世尊此陀罗尼用户法师 能令其人勇猛精进 变才无断 一切恶魔人的变 更令其魔心生欢喜 衣服或俊饮食汤药 最有所需而未供养 世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寿石词咒烈烈不绝 则为一切天龙前 踏浦阿修罗加勒罗 锦纳罗 魔侯罗加人非人等常所守护 一切怨真不能为害 佛与魔言 善哉善哉 鲁经说此陀罗尼 令恒河沙等无量世界六种震动 魔王当之 如死便才 皆是文殊师利同此神力所作 文殊师利菩萨 以神通力令魔波玄 说此咒识 众中三万人 皆发阿闹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耳食文殊师利菩萨 做事便以 设其神力 即告善胜天子言 天子我今御议都率陀天 如可先往令其重疾 十善胜天子 闻事与其眷属 又要与佛及文殊师利等菩萨大众 与会中没叙与之间道比天宫 至天宫乙 不告众言 如等当之文殊师利菩萨摩赫萨 明我等故于来自此 如等诸天皆因赦离放逸出乐而供来即 未定法顾 十善胜天子 做事于以 于天宫中建立道场 其场广博清静也好 以天如意重宝所成 东系三万二千尤巡 南北一万六千尤巡 又于其中之五量百千师子之座 其座高广种种庄严 以天宝乙而复其上 十善圣天子 严办道场及师子座椅 驱躬合掌 遥相文殊师利菩萨 而作誓言 而至天宫所为是弊 为人将子经正事实 而时文殊师利菩萨与诸菩萨 一万二千人 大僧文一千五百人 其余无量百千天龙夜叉前大伯等 从座而其鼎礼佛足 幽绕三渣 欲如来前墨而不现 去于知寝之都律陀天 一道场中如其夫女各座其座 而十四天往天 三十三天 夜某天化乐天他化至待天 其社罪中诸犯天众 地乡传告而作誓言 经文书师利菩萨 再都率陀天欲说大法 我等因共为其所 为于听闻所谓文法 其见种种稀有事故 做事于以 欲设界中无量阿生其 出天子众 欲须与请 各从所著 而来共己都率天公 以文书师利菩萨微神之力 其道场中西皆龙受而无破坏而时 善生天子 白文书师利菩萨言 大事 经此大众西以来即 愿以便才禅明法教 此文书师利菩萨不告众言 诸仁者 若诸菩萨 诸四种行 诸仁成就一切善法 何等为事 一者慈戒 二者修禅 三者神通 四者调福 若能慈戒则成就多闻 若能修禅则成就般若 若得神通则成就圣智 若诸调福则能成就心不放异 诸过言若诸菩萨助于四行 则能成就一切善法 诸仁者 当之诸戒具足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身形端子 二者诸业纯净 三者心无瑕垢 四者至上坚真 五者真命至之 六者投脱知足 七者离诸造为不实之相 八者横不忘是菩提之心 世民慈戒八种清静 副刺诸仁者 因之多闻一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静顺师长 二者吹拂焦慢 三者精行祭词 四者正念不错 五者说事无卷 六者不治经法 七者如理观察 八者依教修行 世民多闻八种清静 副刺诸仁者 因之禅定一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常去拦了厌迹思维 二者不共众人全去坦说 三者于外境界无所贪者 四者若生若心射诸荣好 五者隐识扫欲 六者无叛远处 七者不乐修士英生文字 八者转教他人令得生乐父侍 出仁者 因之般若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善知诸运 二者善知诸戒 三者善知诸处 四者善知诸根 五者善知三解脱门 八者永离一切诸见所行 四名般若八种清静父侍 出仁者 因之神通一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见一切诸无有障碍 二者为一切诸无所限格 三者便知众生心之所行 四者一念浅迹无爱无助 五者神除游行便诸佛国 六者敬一切肉而不飞食 七者广及善根而离诸善动 八者如初发誓念 很畏善有广激众生 四名神通八种清静父侍 出仁者 当之于之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苦至辨之无运 二者即至永断诸爱 三者灭至关诸缘起 必尽不生 四者道智能证有为无为功德 五者因果之之于是无有相为 六者决定之了之无众生等 七者三世之善能分别三世轮转 八者一切自治 未般若波罗密欲切除不正路 四名为之八种清静父侍 诸仁者 因之调福一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内恒寂静 二者外互所行 三者不舍三界 四者随顺缘起 五者观察诸法其性无生 六者观察诸法无有作者 七者观察诸法本来我 八者毕竟不其切烦恼 四名调福八种清静父侍 出仁者 因之不放一以八法儿的清静 何等为八 一者不误斯罗 二者横静多闻 三者成就诸定 四者修行般若 五者聚足神通 六者不知共高 七者灭诸争论 八者不退善法 四名不放一以八种清静诸仁者 若诸菩萨诸不放一以 则不识三种乐 何者为三 所谓诸天乐禅定乐涅槃乐 六者解脱三恶道 何者为三 所谓地狱道出生道恶鬼道 又者不会三种苦之所逼迫 何者为三 所谓生苦劳苦食苦 又者有你三种畏 何者为三 所谓不活畏二名畏大众 威得畏 又者超出三种有 何者为三 所谓有色有无色有 又者狄除三种垢 何者为三 所谓贪欲垢称慧垢于之垢 又者圆满三种学 何者为三 所谓戒学心学会学 又者得三种清静 何者为三 所谓生清静与清静意清静 又者具足三种所臣服 何者为三 所谓思所臣服 戒所臣服 修所臣服 又者能修三种解脱门 何者为三 所谓空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无愿解脱门 又者令三种种性永不断绝 何者为三 所谓佛众信法 种性生种性 诸仁者 不放异行有如势力 事故如等因共修行复赐 诸仁者 菩萨所行六波罗蜜 依据有三所智障 若助不放异 素能除断 何等为三 为之不不思 不欲他施 真能施者 自不慈戒 不欲他识 真能持者 自不忍辱 不欲他忍 真能忍者 自不精进 不欲他精进 真能精进者 自不修定 不欲他修 真能修者 自无自会 不欲他有 真能有者 如是名为菩萨六度一 见有三丈差别 不放异行之所除断 父式诸仁者 菩萨所行六波罗蜜 可以三法二德成满 为一切能舍 不求果报 回向补体 十戒三者 为重心尽受 护持不缺 回向补体 忍辱三者 为了何宽恕 自护 护他回向补体 仅仅三者 为不舍善而无来 去想 回向补体 禅定三者 为辨入 朱定无所攀缘 回向补体 般若三者 为之光明测 灭诸细论 回向补体 如是名为菩萨六度一 三种人呈满法 不放异行之所生长 父侍诸人者 一切菩萨不放异固 处得成就三十七种菩提 分等所有善法 正于诸佛无上菩提 云和处成菩提 分法 为诸菩萨不放异固 修饰念处 不经勤苦及的圆满 云和修也 为观身处所有 观察处所有 观心处所有 观法处所有 欲切法皆无所得 如是名为修饰念处 又诸菩萨不放异固 修饰正情及的圆满 云和修夕 为诸菩萨 虽横观察一切诸法 本来无宋的无奇无有作者 犹如虚空 而为为生诸恶不善法 令不生故 色心正助情形精进 虽观一切法 无业无果 而为诸众生 以生诸恶不善法 欲令断固 色心正助情形精进 虽信解一切法 空无所有 而为为生诸善法 欲令生故 色心正助情形精进 虽之诸法 本来寂静 而为以生诸善法 欲令住故 不退世故 色心正助情形精进 赤诸菩萨 虽横观察一切诸法 无有所作无人作者 体相平等 赤诸无有扫法 可得若生若灭 而常精进修习一不舍 四者名为修正前耳 又诸菩萨不放异故 修四者足迹的圆满 云还修习一位诸菩萨 虽永断欲滩 而横不舍诸善法 欲若身若心 常修善行 虽观诸法空无所得 而为化众生情形精进 虽了之心识如患如化 不舍惧诸佛法成正决心 虽知诸法无依无作不可取诸 而横随所闻如理思维 如是名为修习神族 又诸菩萨 以不放异故 修习无根及的圆满 云何修习 为诸菩萨 虽亦自立而又觉悟 不从他为然教化众生 另其了之发生生性 虽无来想亦无去想 而勤便修行一切自行 虽亦境界无虐无益 而亦其中不忘不语 虽亦之光开了诸法 而横正定既然不动 虽常安住平等法性 而断重一帐细认分别 如是名为修习无根 又诸菩萨 以不放异故 修习无力及的圆满 云何修习 为诸菩萨 修信力时 一切外乱不能轻动 修经尽力 一切而谋人举坏 以修念力 不入圣文辟之佛地 修定力故 及得远离无盖烦恼 以智慧力 永不取一出渐境界 是者名为修习无力 又诸菩萨 以不放异故 修习绝分级的圆满 云何修也 为诸菩萨 欲一切善法恒不忘思 是修念绝分 欲诸缘起常乐观察 是修则法绝分 行菩提道永不退转 是修经尽绝分 知法而主无所需求 是修许绝分 远离身心善动之师 是修一绝分 入空无相无愿解脱 是修定绝分 离于生起学习之心 是修舍绝分 是名为修七绝分法 又诸菩萨 以不放异故 修八圣道极的圆满 云何修习 离于欲绝会绝害绝故 明修习正思维 远离至他不平等故 明修习正语 离于常为不时相故 明修习正命 离于切肉身心事故 明修习正业 离至金竹漫他心故 明修习正情 离诸昏语 明修习正念 西诸分别 明修习正定 世明修习八圣道分 初仁者 我已如前所说之意 言诸菩萨诸不放异 则得成就三十七种菩提 分等一切善法 正于诸佛无上菩提 初仁者 始不放异菩萨 入于如是菩提分法以 则出一切生死于你 出生死以 于一切法 都无所见 无所见过无所言说 无所言说故者得入于必定寂静 云何名为必定寂静 以切法非所作 非所作故不可取 不可取故无有用 无有用故不可安利 以之唯有不可安利 以为有故 因之即是必尽寂静 说是法时 惠中有一万二千天子 远程离构法眼清静而时善胜天子 腹白文书施力菩萨言 大师云和明修行菩萨道 文书施力菩萨言 天子 若菩萨虽不舍生死 而不会生死诸恶所然 虽不住无微 而恒修无为功德 虽去修行六波罗密 而是现身闻辟知佛行 是明修行菩萨道 父是天子 若菩萨虽于空清静 而善是诸境 亦不取欲境 虽于无相清静 而善入诸相 亦不执欲相 虽于无愿清静 而善行三界 亦不住欲界 虽于无身无灭清静 而善缩生灭 亦不受生灭 虽一折合 此调福心菩萨 虽了自一切法空无所有 难以诸众生于境界中而生见者 以见者故增长烦恼 菩萨于令断诸见者 二为说法 令自一切境界四空 如说于空无相无愿 无生无灭皆亦如是 是明修行菩萨道 父是天子 有往有父 明修菩萨道 云恒明为往有父 观诸众生心所乐欲 明之为往 随其所应而为说法 明之为父 自如三昧明之为往 令诸众生得欲三昧 明之为父 自行顺道明之为往 而能教化一切凡夫 明之为父 自得无生的明之为往 令诸众生皆得死人 明之为父 自已方便出于生死 明之为往 又令众生而得出离 明之为父 心得寂静明之为往 常在生死教化众生 明之为父 自行观察往复之行 明之为往 为诸众生说如司法 明之为父 修空无相无愿解脱 明之为往 为令众生断育三种 绝观心故而为说法 明之为父 先发寺院 明之为往 随其寺院整计众生 明之为父 发菩提心愿做道场 明之为往 去修菩萨所行之行 明之为父 世民菩萨往复之道 说此法时 会中有菩萨五百人 皆得无生法人 而是善生天子 来闻书势利菩萨言 大事 我曾为有一切功德光明世界 如是世界在何方所 佛号何等 于中说法 闻书势利菩萨言 天子 于此上方过十二横和沙佛土 有世界明一切功德光明 佛号不贤如来因正等觉 在此土中演说正法 善生天子言 大事 我心欲见彼此世界 即彼如来 唯愿仁慈是我另见 持闻书势利菩萨 即入三昧 此三昧明离构光明 从其身中放种种光 其光上射十二横和沙佛土 至一切功德光明世界 种种色光变满其国 比诸菩萨见世光以得未曾有 和尚恭敬 白普贤如来言 世尊 经此光明从何所来 普贤佛言 圣男子 于此下方 故十二横和沙佛土 有世界明娑婆 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因正等觉 今现在彼复原法教 别有菩萨明文书失利 助不退转入离构光明三昧 于其身中放种种光 其光远至十方无量阿生其世界 依世界光息充满 世故经者有此光明 比诸菩萨附作誓言 世尊 我等经者皆愿地见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 及文书失利菩萨 二师普贤如来 及于足下千福相众放大光明 其光朗耀 过比下方十二横和沙佛土 入此世界光息周辩 比诸菩萨以佛光明 莫不见此说佛世界及释迦牟尼佛诸菩萨等 持土菩萨一见彼国 及普贤如来并菩萨众 二师普贤如来 告诸菩萨言 说佛世界横说大法 如等谁能往彼听寿 众中有菩萨 明知自聚 从作而起 白言世尊 我今愿遇成佛神力往说佛世界 我愿如来垂哀见许 普贤如来言 善男子 经正事实当即往矣 二师自自聚菩萨 与诸菩萨十亿人聚 头顶敬礼普贤如来 合掌恭敬幽绕七渣 于比国眉 毕如壮士屈身必行 道说佛世界都率天宫 善诸楼观中文书 施利菩萨终会之前 屈公合掌 礼文书施利菩萨族 而作誓言 大事 如所输光之于我国 我世尊菩萨如来 因正等觉 垂许有等来此世界 唯见大事理事 摘养听闻法顾 而是遇设界诸天子 净彼国土珠来菩萨已 闲作誓言 善哉善哉 不可思议 甚为稀有 甚为稀有 文书施利善全大事 那又如是神通变化 以三魅力放肆光明 而能自比上方世界 令诸菩萨即来意 此时文书施利菩萨 孙生性节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是文书施利菩萨 于都帅天公所为四弊 于诸菩萨示范四天王等无量诸天 即一切功德光明国土珠来菩萨 不喜于作 于天公眉 一念之间道于佛所 皆从作起顶礼佛足 合掌恭敬又落七渣 落佛碧 辞职自聚菩萨 与其同类十亿人 前摆佛言 世尊 普贤如来质问起居 少病少脑安乐行步 于是世尊 如法慰问诸菩萨已 普观一切珠来大众 赤令附作 拱为说法莫不欢喜而时世尊 复告众言 如等当之 此文书施利同子 直至聚菩萨 唯欲成熟无量众生 现此神通变化之时 此二丈夫 已能成就种种方便 会于生理智慧变才 以于无量阿生其节思作佛事 为众生故生于世间 若有众生得见此二菩萨者 因知者的六根自在 永不入于众魔境界 而是直至聚菩萨 即所同来诸菩萨众 入始国土得见世尊 听闻法故众无生忍 既得人亦优遥与佛 敬礼双足 当而之时 此三千大千世界为之震动 是诸菩萨及遇佛前 没而不现 须于之请还得本国 而是世尊 告掌老阿难言 此法门如当奉辞 广为人说阿难言 为世尊 此法门当汉明知 云和奉辞 佛一言 此法门 明文书施利所说 不思义佛境界 如是奉辞 佛说此经矣 善圣天子 长老阿难 即妾世间天人 阿修罗前踏佛等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文书施利所说 不思义佛境界经卷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